首先带给您的一个是 南投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发生了一起车祸 这是一辆自小客车 它冲撞南投消防局 而且连撞了三部车 还把消防局的公务车给撞毁了 男子的酒测值高达了1.19 现场的最新情形 连线给我们的记者陈丽如 丽如 好事的主播多人众朋友 您可以看到整个在南投消防局前面 可以说是一片凌乱 不仅是这个消防局的自己的公务车 还包括这个消防员的自己开来上班的车 总共有三部都被撞坏了 召获的是这台自小客车 也是整个车头毁损 那么当时是凌晨的三四点钟 那么这部车从对象车到整个直冲过来 就这样直接冲进了南投消防局的大门口这边 还好是没有直接冲进办公室里面 当时大门口也都没有站着人 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受伤 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 来听听看这个消防局人员怎么说 那么当时开车冲进南投消防局的这个男子呢 是这一位哦 那么他闯祸之后被载进派出所 就测值高达1.19 那么车祸发生之后呢 还好都没有人受伤 不过呢 这个很多这个警销警易销都说 真的是很刚好哦 这批男子酒测值是1.19 他冲撞南投消防局 加上呢撞上警销的车牌号码 后三码又也是119哦 消防员说他很庆幸没有受伤 但是也觉得真的很巧合 竟然都是119 这是我们在现场为您掌握的这个最新情形 把镜头交换给棚内 好的